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视早安新闻 我是李晴 新闻开始马上带你来关注 歌手王力宏与李静磊的离婚事件 是余波荡漾 王力宏终于是在昨天深夜 在社群平台发声 强调没有对婚姻不忠 还说是自己活在恐惧勒索和威胁之下 王力宏说确实因为女方怀孕才结婚 但是婚姻很多问题 为了要维系也是从2014年开始 一起看心理医生总共看了五位 仍然是没有好转 2020年12月开始认真的谈离婚协议 李静磊多年来不断的威胁 要毁灭他的形象 并非一毛钱都不要 一开始要了2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9亿 最后是签订的版本是1.5亿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6.5亿 包括了在洛杉矶房子的一半 投资股票的一半 还有每个月91万元的生活费 王力宏最后也搬出三个孩子 请求李静磊不要再让这些网络记录 让小孩在未来的成长面对更多的不堪 最后是提到之后 会再一一的回应李静磊所写的5000字 不识指控性 不识指控性